古葡的江南风光 难得踩点欣赏拍下好多美照 但就在这些照片背后 游客的心情并不是太美丽 这名游客花了一万两千九百元 参加旅行社组的六天五夜 大陆江南自由行 因为台湾附路的禁团令还没解除 没有台湾的领队随行 只有大陆的导游 只是还身兼司机 游客控诉 不只路上遇到不少状况 甚至还差点被丢包 最后这名游客 不愿意支付一千八百元的小费 引发导游不满 不过对此 台湾负责的旅行社表示 并没有违反出团 一万两千多元 是只有机票 住宿行程都是免费招待的 也解释二十人以内都是司机兼导游 另外还澄清导游会态度不好 是因为旅客先找查 现在到大陆旅游只能自由行 不过还是有不少台湾旅行社会组团接客 只是呢 是在大陆安排好导游 带你吃喝玩乐 台湾的附路禁团令还没解除 让旅行社少了不少生意 才会出现这样游走在灰色地带的偷走团 比较没有保障的部分就是变成旅行社可能在售后服务 或者是有一些万一发生意外的时候 比较没有弄所谓的直接去处理的一个角色 消保官也提醒旅客不管报名哪种形态的旅行团 都要看清楚契约内容 只是现在交通部迟迟没有动作 要解除禁团令恐怕还得再等等 TVBS宣传高姊雅 中文宣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